以往办理关怀弱势活动 礼办公处多数会选择发送爱心白米等物资 不过新庄区仁义里长陈文一则有自己的想法 像他手中所拿的这个爱心红包 还有来自南部雄后甲的香肠 都是今年首度要送给里内低收入户的民众 希望借由转换不同的爱心物资 可以让社会上生活比较困苦的弱势族群 感受到里内散播的温情是有争无减 今年比较特别的 我们有准备发放爱心的红包 还有很好吃的香肠 所以这个香肠很特别 这有的一般要买还要排队 我之前我就先回去南部就先准备起来了 花花给我们关怀的我们家的地收入户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因此每次关怀活动能够顺利举办 里长除了感谢林长致义工的帮忙之外 更要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议局 所以里办公处特地将所有赞助的方名 写在红色纸张上面申表协议 这次特别很感谢我们的战事单位 有我们的那个礼办公处 还有我们林基的那个山虎工 还有闲林工 特别要感谢单位就是 我们的里内的顾问团团长 然后家宜企业的董事长 赵颖忠董事长 他这次又是但是我们十万块的大红包 给我们来发放给低收入一个美人有个小红包 特别还要感谢我们的江文豪顾问 还有萧志成顾问 还有我们几位领长 我们这个活动会继续来拾气来关怀热市 里长已深作则热心工艺也达到了抛砖引运的作用 包括邻近的工友及企业等民间人士都主动响应 不仅协助里长一起关怀受暖永不间断 而且还能减轻低收入或些许的生计负担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